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整本旧约圣经中 最喜欢以稀结书的人请举手 你们跟一般人没有两样 每次有人问我 最喜欢圣经上哪一卷书 我都会说是最近读的一卷书 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每次研读一卷书 就会很喜欢那卷书 觉得那卷书最棒 等到再读另外一卷书 又会觉得那卷书最棒 这个世界上只有圣经这本书 会让你一读再读 而且每一次读都会有新发现 圣经真是百读不厌 我认为以稀结书是 旧约圣经中最受到忽略的一卷书 我想花稍微多一点的时间 来谈这卷书 因为大家对这卷书很不熟 也觉得很难懂 以稀结书前半部的信息 可以说是非常消沉 讲的是很惨的状况 读起来很让人沮丧 这是头二十四章 所以很多人读不下去 就会换一卷书读 这几章的篇幅比较长 而且有些话一再的重复 要知道 这是把长达二十年的讲道 挤进一卷书 所以百姓当初并不是一次听完 或者是读完 这是累积了二十年的讲道 分成三部分 中间相隔了很长的时间 大多数的内容跟我们的情况不相干 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截然不同的处境 是我们所不熟悉的 另外书中有一些潜词用字 对现代人来说稍嫌粗野 甚至让人不舒服 这我就不举例了 除此之外 以稀结书透露上帝的某个特质 是我们不太愿意去想的 但是认识上帝的各样特质 是很重要的 在这里谈到的是上帝的严厉 这让我想到了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 也曾经说过 上帝有恩慈也有严厉的一面 大家都喜欢听到上帝是恩慈的 不喜欢听到他是严厉的 如果你常常听一般的广播 或者是电视讲道 通常只讲上帝的恩慈 很少会听到有人讲他的严厉 所以大家对上帝只有片面的认识 如果你只读以稀结书 也会片面的看到上帝严厉的一面 有一个人听我讲完以稀结书以后 寄给我一张明信片 明信片上的图画是 他刚刚去过的拉丁美洲的一座银矿 他说以稀结书有点像银矿 里面有银子 但是要用力挖 用力找才能找到 但是找到以后一切辛苦都值得 读这卷书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以稀结这卷书挑战我们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 你为什么读圣经 第二 你怎么读圣经 这两个问题互相有关联 因为你读圣经的理由会决定你怎么读圣经 动机会决定你的方法 读圣经的方式很多 有一种读经方式像是在吃药 为什么说像在吃药呢 一天读十节经文可以驱邪 很好笑吗 每天服用固定剂量的药物 一次只读几段经文并不能够真正了解圣经的信息 所以我一直鼓励你们要一口气读完一卷书 有谁在读退理小说的时候是一次读一段的呢 等你读完根本就已经忘了前面在讲些什么 忘了整个故事在讲什么 每天读几节经文的方式 无法真正了解圣经的信息 除了看一小段经文 你也需要一口气读一卷书 读经的方式大约可以分成三种 我就拿以西节书来做一个例子 一种是寻找经文的方式 想要为自己找一句话 我很想把这种读经方式叫做星座读经法 了解我的意思吗 读读找找 看看哪一句话可以套用在你的情况上 然后找那句话的指示去做 上帝给我们圣经 并不是要我们这样使用 可惜很多人都是这样使用圣经 如果读以西节书 那可要读很久 才会找到一句比较适用的话 我们称之为灵修读经法好了 这样听起来比较顺耳一点 用灵修读经法 想要找到一句适用的话 这好像挺适用的 可惜不是正确的读经方式 你也许会找到一些话 给你安慰或者是引导 但这种读经方式是以自我为中心 是为自己的利益读圣经 第二种读经方式是为别人读的 特别是传道人和教师 要找一些经文来讲道 他们不是只找一节经文 而是找整段经文 传道人在以西节书当中 可以找到四段经文来讲道 通常不出这四段经文 最受欢迎的是三十七章 哭骨 哭骨 哭骨啊 很多传道人都讲过 哭骨恢复生命的讲章 这大概是以西节书中 传道人最爱讲的一段经文了 另外还有三段经文 我也常常听传道人讲 在案例传道人的就任仪式上 经常会讲三十四章 我参加过的案例传道人的 就任仪式中有很多事讲 以西节书三十四章 这一段经文是在讲 好牧人和坏牧人 好牧人会去寻找迷失的羊 坏牧人则只顾到 自己有没有吃饱 讲到传道人的工作的时候 通常会用这一段经文 再来是四十七章 但是有很多人会断章取义 把它当作比喻 四十七章讲到有一个人 看见有一条河 他走进河里 水伸到脚踝 再往前走 水淹到膝盖 再往前淹到腰部 最后整个人没入河中 很多传道人用这段经文来问 你在圣灵里有多深 你是在圣灵里游泳 还是只是在打水呢 根本就误用了这段经文 但是有很多传道人讲到的时候 喜欢把它当作比喻来讲 最后一段常讲的经文 在十八章 这里讲到的是 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 不再是父亲吃酸葡萄 儿子倒了牙 也不再是上帝惩罚到三四代 以西节介绍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在审判日那天 你只需要为自己负责 每个人都要交账 因为每个人都要负责 这是以西节书中传道人喜欢传讲的一段经文 可惜传道人大多只会讲这四章 想要讲以西节书的传道人 通常只会看这四段经文 而不会去看其他经文 我要鼓励大家 把整卷以西节书读完 不是为了给自己找一句话 也不是为了讲给别人听 而是为了要认识上帝 因为读圣经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认识上帝 让你能够熟悉上帝 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神 知道他会怎样回应我们 他会怎样看待我们 怎样对待我们 目的在于认识上帝 如果你读圣经是为了认识上帝 就会发现每一节经文都在向你说话 如果你读圣经只是为了找到自己适用的一节经文 就会偶尔看到一节经文向你说话 如果你读圣经是为了讲一段经文给别人听 情况也是如此 如果你读圣经是为了认识上帝 就会发现每一节经文都在向你说话 好 以上只是引言而已 嗯 我对于第一次想把圣经读一遍 而且一次读完一卷书的人都会建议他们读当代圣经 这个版本最容易读 有一次我们教会一口气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 一共用了84小时 我们大声朗读出来 那一次一共来了2000人 我们卖掉了半顿的圣经 很多人本来只想来读半小时 却待了好几个小时 因为以前没有听过圣经 一气呵成的朗读出来 他们会说再听一卷书就好了 结果听完一卷又一卷 听圣经听得上了瘾 我们第一次读是用当代圣经 读起来效果很好 当代圣经这个译本 把圣经里的情感译得最准确 不见得是把想法译得最准确 但是却是把情感译得最准确 了解圣经里的情感很重要 感受上帝的心情 了解上帝的感受 圣经是上帝的话 但不是由上帝来写的 圣经是由人写成的 是为了给人看的 所以它不只是上帝的启示 也跟作者的背景有关 我在这几个单元会帮助你 明白这两个层面 我发现圣经当中 人的层面很有意思 上帝的启示是上面的层面 我在这几个单元会谈到很多 关于人的层面 这些人都是真实存在的 他们面对真实的情况 有着真实的感受 你如果了解圣经里人的层面 就会更了解上帝的层面 这就是为什么读圣经的时候 需要了解背景 背景和人有关 不只是看前后文而已 上帝说的话 还跟人的情况有关 我们看上帝的话的时候 常常会忽略了人的背景 所以讲道和教导才会枯燥无聊 圣经中人的层面很吸引我 而且 往往很幽默 我觉得圣经上最好笑的一节经文是 到了早晨 雅各一看是丽雅 想想看 雅各新婚的第一天 早上醒来 发现自己娶到的竟然是丑姐姐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 你就笑不出来了 但是如果发生在你的好朋友身上 就会很好笑 各位 这就是人性的层面 这种事可能发生在人身上 所以你们才会笑 这个情况触摸到你的感受 来看看这些经文里上帝的层面 雅各是个大骗子 连自己的老爸都骗 圣经说 人种什么就收什么 如今他成了最大的笑柄 了解吗 这些经文突然间变得严肃起来 这才是正确的读经方式 先了解人的层面 就会明白上帝话语的含义 这样做会觉得圣经在向你说话 光看一节经文或者一段经文 没办法了解真正的含义 一定要看整卷书 看作者是谁 看他是写给谁看的 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有什么感受 然后才能了解真正的含义 好 我们来看以西杰书的背景 北方十支派当时早就已经被掳去亚树了 这件事已经过了一百年 十个支派因为漠视阿摩斯和和西亚的预言就消失了 现在要看的是南方二支派 他们的情况更糟 真是不敢相信 他们亲眼看到了北方十支派是因为犯了罪而灭亡 可是自己却走上同样的路 你能相信吗 人性真是明顽不灵啊 有了前车之间还是不能寄取教训 有人说历史会重演 没办法 因为没有人要听 我们从历史学到的教训是 人不会从历史学到教训 他们早该知道 如果他们不肯悔改 像北方十支派一样 漠视先知的警告 他们也会灭亡 但他们却一再漠视先知的警告 南方有两个小支派合起来叫犹大国 小的是遍亚敏 大的是犹大 他们以耶路撒冷为首都 彻底漠视以赛亚的警告 以赛亚越传道 他们就越顽固 根本不听 他们说受够了以赛亚 他们也漠视另一个先知弥迦 把先知提出的警告 当成耳边风 他们漠视耶利米的警告 耶利米一生多灾多难 他们一看到耶利米就说 他又来了 他的名字已经变成一个外号 用来指悲观的人 我们会说这个人是个耶利米 很悲哀 他们不理会耶利米 他们漠视大有先知恩赐的哈巴谷 也不理会他 最惨的悲剧终于发生了 他们并不是一味的犯罪 还是做过了几件好事 有一个王叫约西亚 登基的时候只有八岁 但是他作王期间 有个惊人的发现 他下令实施春季大扫除 因为圣殿属于照顾 变得脏乱破损不堪 他说我们要拿出一笔预算 来整修圣殿 结果打扫的时候 在一个柜子里 找到摩西五经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当时敬拜已经只剩下音乐 圣经被遗忘在柜子里 今天也是一样 他们有敬拜 有音乐 有舞蹈 但是摩西律法 遗忘在一个布满灰尘的柜子里 结果有人发现了 拿去给约西亚王 约西亚王叫他们朗读出来 结果听到 是摩西的律法 简直不肯相信 他说我们要大祸临头了 我们得赶快捷径全国才行 当时全国恶事作禁 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心嫩子骨 很多人在那里 把子女烧死献给摩洛神 圣经说 约西亚王就污秽心嫩子骨 从此心嫩子骨成为地狱的代名词 耶稣就用心嫩子骨来形容地狱的景象 约西亚王想挽救国家 可惜起不了作用 后来约西亚王犯了一个大错 他决定加入米吉多之战 那里是世界的十字路口 结果遭到埃及法老王杀害 这个年轻的好王就死了 接下来是约哈斯作王 他只作王三个月 他是一个坏王 最后被法老王锁禁在利比拉 只作王三个月之后 就被锁禁在埃及 接下来 接续作王的是约亚靖 约亚靖也是一个坏王 他是约西亚的儿子 不应该这么无知的 可惜他是个坏王 法老王选他接续作王 约哈斯是百姓喜欢的王 但约亚靖只是法老王 所立的傀儡 来取代被拘禁在利比拉的约哈斯 后来 尼布贾尼萨率军入侵 你看东西方大国争夺权力 小小的尤大国夹在中间 势必要遭殃 尤其现在又在跟埃及打仗 此时 东北方的大国巴比伦正率军要攻打埃及 在这种情况下 小小的尤大国夹在两大国中间 这全是尤大国自己的错 上帝可以牵制这两个大国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上帝没有和他们同在 不再是他们的伊玛内利 所以 尼布贾尼萨率军入侵 掌控以色列三年以后又离开 接下来 以色列遭到各族的攻击 像是巴比伦人再度入侵 亚兰人再度入侵 摩亚人再度入侵 亚门人再度入侵 上帝的百姓 这个时候只剩下一座城 犹大支派没有了 变亚敏支派没有了 上帝的百姓当时只剩下一座耶路撒冷城 上帝的百姓彻底被别的国家掌控了 约亚敬只坐亡了三个月 接下来 巴比伦军队大举来围攻 我应该稍微提一下 这是他们第一次被掳 后面我会再更清楚地解释 巴比伦人来围攻耶路撒冷 这座小城断了梁 经历两年半的饥荒 还有疾病 圣城变得何等器材 后来耶路撒冷城被攻下 财宝被劫掠一空 记不记得 西西加曾经向巴比伦王拆来的使者 炫耀他所有的财宝 以赛亚对西西加说 你炫耀的一切将来都会失去 预言就在那一刻应验了 以赛亚的话果真应验 他们损失的不只是财物 上流社会的人都被掳走 这是征服者为了便于掌控 经常使用的伎俩 就是除掉上流社会 在第一次的掳掠中 他们带走了七千名的官兵 带走所有的工匠 大约一千名 他们也带走了很多手工艺匠 大约一万名 只留下社会最下层赤贫的人 但以理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掳 我们以后会再谈到 这是他们第一次被掳 结果耶路撒冷城中 只剩下了最低下赤贫的人 上帝如今只剩下他们了 看起来好像上帝的计划 已经快要全部瓦解 最后一个王是西底加 他是一个傀儡王 巴比伦容许他在耶路撒冷做王 西底加拥有一小撮军队 但是耶路撒冷再度遭到围困 情况十分危急 他们已经走到穷途末路 西底加和他的士兵决定逃亡 但是所有的城门都被包围了 所以他们在城墙上挖洞 把石头拉出来 在晚上一个一个摸黑溜出去 从吉伦谷逃往死海的方向 他们逃到耶利哥平原 尼布贾尼萨的军队 发现城墙上有洞之后 赶紧追去 在耶利哥平原抓到他们 在这里抓住了西底加王 还有他的儿子 然后在西底加面前 杀了他所有的儿子 西底加他眼睁睁看着王室 断了后代 然后他们挖出西底加的眼睛 所以他最后见到的一幕是 儿子被杀光 然后他就被带走了 接着尼布贾尼萨下令 完全摧毁耶路撒冷 所有的建筑物 每一座城墙通通都要烧毁 耶路撒冷就此完了 以西节正是活在那个年代 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他亲眼看见这些惨剧发生 在他亲眼看见之前 他已经在异象中看见 以西节活着的时候 以西节活着的时候 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的结局 难怪以西节书的前半部 读起来让人沮丧 但是后来 他的心情逐渐开朗 乐观起来 耶路撒冷遭到摧毁以后 他的信息就不一样了 从警告大祸即将临头 变成安慰 对未来保持盼望 所以大多数的传道人 都是讲以西节书的后半部 因为信息比较乐观 现在我们从这个背景 来看看以西节的一生 如果你想要看看这段历史 可以记一下章节 在《猎王记》下 22到25章 清楚记录了这段历史 所以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 需要参考《猎王记》 才能够了解当时的背景 好吗 这是历史的部分 我知道历史有点枯燥 我在学生时代最讨厌历史 但是我现在对历史很有兴趣 真的 因为上帝透过历史 来完成他的目的 可惜学校没有教这个 只教一大堆战争 国王和女王的名字 我当时觉得很无聊 好了各位 现在我们来看以西节这个人 他跟哈巴谷和戴伊里 同一个时代 戴伊里其实是 以西节崇拜的一个英雄 以西节书 谈到戴伊里 说戴伊里是历史上的三大艺人之一 另外两个分别是 挪亚和约伯 他们是以西节书中的三个英雄 他常常讲到这三个人 挪亚 约伯和戴伊里 是他们历史上的三个英雄 现在来看以西节 以西节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上帝赐下力量 这正是他所需要的 他在以西节书中 有一个新的称呼 被叫了83次 多年之后 耶稣也自称是人子 其他先知都没有被上帝称呼为人子 但以西节书有83次 上帝称他为人子 这个称呼在圣经其他地方 只用在耶稣身上 这点很有意思 我们继续看他的预言 就会明白为什么 所以以西节大约是在西元前 622或623年出生的 当时是好王约西亚做王 约西亚八岁就登基 以西节和耶利米同时代 耶利米和约西亚 其实同年 在同一个年代成长 但是就我所知 这两个人好像没有说过话 耶利米并没有提到 约西亚王的改革 我想的是因为耶利米很清楚 那个改革只是表面的 是从上面开始改革 从上面开始改革不会持久 立法没有办法改变人 耶利米看见百姓 并没有真正改变 虽然王下令禁止异教的仪式 但是百姓仍然想要那些仪式 所以耶利米才会那么悲观 因为法令的改革 起不了作用 这里有个教训是基督徒应该记取的 光是立法不会有用 最重要的是 人要有心去做才可以 就算立法禁止礼拜天做生意 但是大家如果想在礼拜天做生意 他们就会去做 了解我的意思吗 必须由下往上改变才有用 最好的改革是由下往上改 最后才是法令的改革 人心必须先改变法令再跟着改 反过来就行不通 以西杰跟哈巴古 还有戴伊里是同时代的人物 以西杰他被掳到异邦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了 当时他几岁 二十五岁 他是在第一批被掳的人当中 戴伊里也是 所以 这些上流社会的人 是第一批被掳的名单 以西杰出生在祭司家族 他的身份很特别 兼具先知和祭司的职份 也许因为这样 他才被称为人子 旧约圣经的历史 可以分成三段时期 第一段时期 由先知领导 从摩西到萨默 第二段时期 由君王领导 从扫罗到西底加王 第三段时期 由祭司领导 从索罗巴伯到亚纳和该亚法 可以这样简单的划分 以色列历史 他们曾经被先知带领 效果不张 被君王带领 效果也不张 被祭司带领 效果也不张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 兼具先知君王和祭司身份的人 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了解吗 但是 在以西杰身上 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子 他很特别 兼具先知和祭司的身份 但是他不能执行 祭司的工作 因为 要在圣殿执行祭司的工作 必须年满三十岁才可以 而他二十五岁的时候 被掳到一帮 希望你们对这些有兴趣 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 为什么耶稣三十岁 才出来侍奉 祭司要满三十岁 才能执行任务 所以耶稣必须先当木匠 等到上帝的时候来到 以西杰不能当祭司 因为他被掳到异地 远离圣殿 他从来没有献过祭 但他成为一位先知 不过他是出生在一个 最优先的祭司家族 就是萨都祭司 萨都祭司 我们每一次在西敏寺 替国王或女王加冕的时候 都会弹奏 萨都祭司 这首歌 以西杰就是 萨都家族的后代 这一点很特别 他二十五岁的时候 被掳到一帮 和上流社会人士一起被掳 他们在异国的居住区 享有一些自由 他们没有造反的能力 所以获准建造自己的市镇 以西杰住在一条运河旁边 我这里有一张运河的照片 等一下再看上面那张 先看下面这张图 他们就住在这条运河边 这条运河连通了 底格里斯河和又发拉底河 梅索布达米亚 这两大河中间 有一个完整的灌溉系统 梅索意思是中间 布达米亚意思是河 梅索布达米亚 就是两河流域 上面一条运河连通两河 这就是加巴鲁河 他们被容许住在一个地方 叫做 你们都读过对不对 因为这个地方很有名 他们住在一个叫做 台拉维夫的地方 台拉维夫 以色列今天有个大城市 就是根据这个小镇命名的 那是以西杰当初 在加巴鲁河旁居住的小镇 以西杰和家人就定居在 台拉维夫小镇 我们待会儿再讲上面那张照片 后来以西杰成亲了 因为他是祭司 成亲的对象必须是童女 或祭司的遗孀 祭司不能够娶一般的寡妇 或者是离过婚的女人 他后来结了婚 开始做生意 但是他满三十岁的时候 本来应该开始执行祭司的工作 可是他蒙照做先知 他见到惊人的异象 这我们等一下会再讲 于是他开始侍奉 他看见主 像以赛亚一样看见主 但他看见的异象 跟以赛亚的异象很不一样 是一个很奇怪的异象 接下来的三年 是他主要的侍奉 从三十岁到三十三岁 他既行神迹又传道 这个人子的主要侍奉 集中在三十到三十三岁 是不是很有意思 接下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什么也没有做 直到有一天 上帝对以西节说 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 你听了之后不准哭 你的妻子明天早上会死 你不准哭 因为他死的那一刻 耶路撒冷就会倒下 你要在日记上记录下来 把你妻子过世的日子记下来 几周以后 有人从耶路撒冷 跑来巴比伦 报信说 耶路撒冷倒下了 完了 他问是什么时候倒的 来人 报了日期 正是他妻子过世的那天 以西节因此能够了解 耶路撒冷倒下的时候 上帝的心情 很不可思议 几年以后 就在他妻子过世三年以后 他再次开始发预言 整整三年没有说话 其实上帝曾经对他说 你的舌头会贴住上膛 无法说话 直到我开你的口 等我开你的口 你能说话的时候 必须发预言 这个人的遭遇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几年来都不能说话 后来上帝开了他的口 他又能够说话了 但是他必须发预言 所以他发预言发了一年 但接着他的舌头又贴住上膛 然后又发了最后一段预言 所以他先是发预言三年 然后发预言一年 最后发预言几个月 这些全记录在他的书卷中 很特别的一个人 他五十岁的时候 最后一段预言临到 不久后他就死了 葬在巴比伦的一个坟墓 就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 这是他的坟墓 照得不好 这个地方叫做吉费 KIFI 如果你去巴格达 就在附近而已 你会在吉费那个地方 看见以西节的坟墓 他死在那里 后半生没有再见过故土 没有再见过耶路撒冷 可是以西节他却描绘了 一座非常荣美的圣殿 一座前所未有的圣殿 这我们后面会再谈到 以上谈到以西节书的历史背景 还有作者的背景 这个单元我们就谈到这里 下一个单元我们要再来谈到 以西节书的架构 以及他在三段很短的侍奉期间 所传达的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